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頂貴族 歡迎收看君臨新聞 到達市公訴在每一年 鼓勵過年進行 都會在太平老街頂 掛上有市來更新收拆位的掛頂 今年公訴除了在太平老街頂 設立後等550公斤的頂庫 也將中華路頂庫能等到新興趣 總等到每個1公里 並且有1.30千個的掛頂 希望後面將能看到 頂海綜觀的外面 李公訴夜中在這12月23日 晚上7點幾半點到20 邀請民眾共同來參加 總會來迎接新年來到 2點頂議室 也將在12月23日 晚上7點來做基盤 在23號晚上7點的時候 由斗六市18間國小 製作1萬3千顆燈籠 即將在23號晚上7點 在太平老街隆重的登場 今年燈籠的長度 由緣環經過我們的福德宮 經過中山路直到中華路到新興宮 總共將近1公里的長度 總共1萬3千顆的燈籠 這次的瓜頂彩繪 亞伊託年農第三品 太平老街 天馬行空 四個主題來進行創作 也請到上來 18均學校的合同來發揮創意 將瓜頂來維上美麗的導遊 小朋友由各個學校裡面 帶動來畫那個繪畫 每一個家長會帶小朋友 去看他們自己的繪畫 在燈籠上面 一萬三千斬這個燈籠 所以我們斗六市有春節的氣息 謝謝我們施工所 還有縣服還有土地公廟 讓我們斗六市能夠發光發熱 因為每一年都是有這些單位 再來協助我們 讓我們斗六市打造一個更好更美的 斗六街道 到了市場林姓球標示 太平老街上的巴洛克斯建中 為一日時代建中基金 也已經有百多年的立宿 他必須頂海總管的佈地 邀請民眾擁有真來如遊 議會長也將來燈籍至三月三十一號 我們的燈會的展出 到明年的三月底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燈會 把斗六市可以說 這個太平老街 從日據時代 經過三個的一個日式建築 巴洛克建築 一百多年的建築 可以完全的呈現老街的特色 活化在地 可以吸引觀光人潮進來 某某的課程 看見到太平老街 讓人真正感受到農 立過年的來稿 去到了市公所 也將在十二月二十三號 晚上七點來啟動 點燈儀式 也將民眾到頂上 到六來點燈更 這次港議長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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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